大家都要注意身體健康 因為這個身體健康是一切的本錢 這一點千萬不要忽略掉 前行政院長陳沖 2018年11月驚喘小中風 事隔不到5個月 陳沖24日出席東吳財經講堂 當其講座教授主持人 現場幽默風趣 神采意義 全場更是掌聲不斷 走了一回生死關 陳沖感觸很深 身體發生任何問題 其實自己後面的修補 要特別重視 那有些千萬不要忽略這種小地方 討論租稅議題 關心財稅政策 對不同世代族群的影響 談起外界炒翻天的2020大選 陳沖呼籲要大家都先冷靜想一想 這個稍微誇張一點 我個人覺得其實郭台銘會不會參選 都不曉得 因為也許大家說 郭台銘已經宣告參選了 已經宣布了 怎麼會說他沒有參選呢 事實上他參選這個活動 就是國民黨的初選 國民黨初選的一些遊戲規則 都還沒出來 所以任何人說參選 其實我想都稍微誇張一點 所以在座各位也都可以宣布參選 你只是宣布 因為參選的規則都沒有出來 你怎麼知道是不是 怎麼來參選 實際上怎麼來參與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太認真了 越大的企業越辛苦 為什麼 因為他牽涉的事情很多 絕對不是那麼單純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太急 也讓郭董事長多想一想 倒是外界把郭台銘對比美國總統川普 可能不公平 美國川普總統 其實他很多企業經營並不是很成功 所以他去做政治也就算了 因為他拋棄的東西很有限 但以郭董事長來講 他如果要放棄很多東西的話 其實我覺得個人是很佩服 東山產業新聞綜合報導